我們邀請活動企劃,Lumi,Lumi妳好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木會喔 那現在就帶著我們的聽眾朋友一起來認識這個木會農場好不好 OK,我們現在往園區裡面走 農場成立多久啊? 我們農場到目前大概八年的時間 那當初是怎麼樣轉型成這個休閒農場 一開始其實我們是想要打造一個讓孩子可以玩 就是很自由的在玩的環境 然後跟大自然做結合 然後慢慢的才就是增加一些設施 讓孩子在不同季節的時候啊可以有不同的體驗 像是在夏天的時候孩子就會很喜歡來玩水 然後呢在冬天的時候他們就來做一些探索教育啊 體驗教育之類的活動這樣子 本來這塊地是種什麼的? 我們本來這塊地它其實是一個荒廢的農田 因為這裡的地勢太低 所以那時候這塊地的主人他沒有辦法種田 因為都會淹水 所以到後來我們老闆因為他想要有一個地方 因為他自己有四個孩子 他想要一塊地方讓孩子可以很盡情的玩 然後不要說整天在家裡可能就是看看電視啊 沒有一個可以讓他自由奔跑的地方 所以他就慢慢開始打造了這個農場 從每一棵樹啊還有這個草地每一個設施都是他自己 親自做規劃的這樣 所以他本身有務農的這個背景嗎? 沒有他本身也是休閒業的 那一開始應該很辛苦 其實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打造這個農場的時候 它的規模還沒有到現在那麼大 它那時候的範圍比較小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塊草地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的設施也沒有到那麼多 是到這最近幾年 他才每年可能會多一個或兩個設施 然後加上從原本有的設施慢慢去幫他做改造這樣子 就慢慢增加設施 對慢慢增加 然後慢慢的我們有做的項目也會慢慢變多 因為最近幾年因為可能因為山西產品的關係 其實大家很多都是會手機啊平板啊電視一直綁住大家的休閒 然後我們就開始希望說 希望有一個地方不管是大人或是小朋友 他們來就可以很放鬆也不限時間 就是聚個餐啊開個同學會聊個天之類的 然後一個很放鬆的戶外環境 不要再被山西產品綁架這樣子 那目前你們的客群大概是哪一些 我們目前針對的大部分是國小幼稚園的小朋友 那如果比較大的像大人的同學會啊 或者是像婚宴啊 或者是台灣最近很夯的露營客 我們都有 哇這邊都有 對 好那現在就帶著我們來看看你們有哪一些 OK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我們的滑船區 是小朋友最喜歡的地方 所以真的用船滑啊 真的有有船 然後用手搖船的方式 手搖船很累 對對對 那小朋友會很喜歡 因為他很少能體驗到這個設施啊 需不需要有工作人員站在湖中間 不用站在湖中間 那時候我們會在旁邊等待救援 隨時待命 其實我們的船啊 它不會翻船 我們的水深它大概就是30至40公分 所以是一個不深的小湖泊 然後種了很多落雨松 哈哈哈哈 這個季節大家最夯的落雨松也在我們這裡都有 剛好它開始轉紅變色的時候 所以船就看到就是這個啊 對 這個是我們的手搖船 這個是小船 然後那一種是大船 它的限重不一樣 然後大船的一個好處就是 爸爸媽媽可以帶小朋友一起滑船 就親子就對了 對親子 因為它限重有100公斤 只要不超過都不會沉下去 然後這種小船呢 是小朋友最喜歡就是自己滑著船 然後就出去冒險這樣子 我們這邊年紀最小的滑船紀錄是兩歲半 兩歲半 他就自己滑著船 然後就去繞了一圈這樣子 而且是自己操控回來這樣 然後大船的話就是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都是媽媽帶著小朋友 但是最近幾年呢 開始發現爸爸開始帶著小朋友來玩啊 他開始跟孩子會有更多的互動的時候 爸爸其實也很願意帶著小朋友去滑船 但是爸爸就要注意體重一點 對 加起來不可以超過100公斤 對加起來不可以超過100公斤 然後我們後面看到的這一個大榕樹呢 它是一個樹屋 在上面它那個大平台啊 是我們在前年的時候改造過的 讓大家可以全家人一起坐在樹上 可以吹吹風啊或者是聊聊天 好那重點怎麼上去 怎麼上去呢 我們要看另外一邊 因為它是樹屋 所以我們要讓孩子體驗怎麼爬樹 因為爬樹呢 是我們很多人小時候都會做的事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其實很少有這樣子的機會 這一棵榕樹呢 它這裡剛剛好有一個入口 讓小朋友可以從這邊慢慢的爬上去 就可以到上面的大平台 就天然的入口 對就是很天然的入口 因為剛好這棵榕樹 它可能也想跟小朋友一起玩啊 然後就從另外一邊再爬下來 對再從另外一邊下來就可以了這樣子 所以有些小朋友會在上面玩半家加酒 因為它覺得在上面很舒服的環境 然後可能在上面帶個小點心啊 然後跟爸爸媽媽一起在上面休息放鬆一下這樣子 對 有沒有爸爸媽媽爬上去然後指揮小朋友滑船 大部分都會站在岸邊指揮它 這個視線還蠻乾的 站在上面其實看到的風景也是蠻漂亮的喔 然後這個是我們船區的一個小小的碼頭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就是靠岸上下船比較安全 不用擔心為了要上來然後就掉進水裡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小湖泊就是當初地勢比較低自然行程的是不是 其實當初我們有稍微挖了一下 對 然後讓它可以在裡面有一個變成一個湖泊 啊我們的水是會抽換的 是 對 它因為它其實它自己會自然吸收掉 那我們還是一段時間我們就要把它抽掉換掉 不然水它一直在這個地方啊 它也是會變臭 因為它不是流動的型態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換水 而且我們看到中間有好幾個小島 所以小朋友來划應該蠻快的 因為它可以在裡面穿梭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們有一個活動叫做冒險島 我們可以在湖泊上 我們會有繩索可以讓孩子做擺盪啊 然後有個獨木橋可以讓孩子走過去這樣子 在我們的團體方案裡面都是有的 那時候就要鑽人協助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怕危險 就要把人送到湖中間 其實它是從岸邊有一個獨木橋 然後走過去 慢慢走過去 然後用一個類似小泰山的繩索做擺盪 對 還蠻有趣的一個活動 然後孩子很喜歡 到後來孩子都會故意掉進水裡 哈哈哈哈 反正你們這邊一定有一些設備 讓他那個替換的 對對對 還有像我們這一邊啊 是小朋友很喜歡玩的沙坑 我們叫它創意沙坑 因為我們的沙子呢 它可以加水一起玩 就很像小朋友去海邊的時候啊 會堆一個城堡啊 在我們這裡也可以 然後呢 他們用的水就在旁邊 這裡有一個很 以前用的那種痛撲啊 古井抽的水 然後提著一個小水桶 就到這邊來蓋他的城堡 對 因為沙子如果沒有用水去塑形的話 就不好玩 對 它蓋不起來啦 而且 因為其實很多家長會怕孩子 他一玩沙 然後全身就很髒啊 對 之類的 可是我們吳老師呢 他很喜歡一句話 就是說 玩得越髒的小孩會越聰明 因為他自由的去探索 然後盡情的去發揮 所以他的一些想像力啊 那一些都可以 就是 慢慢的去訓練 然後慢慢的去發展 然後才達到了那個孩子啊 他在玩樂的世界 就是邊玩邊學 邊玩邊學 這樣子 好 你剛剛講吳老師到底是誰 吳老師呢 就是我們這一塊農場的主人 就吳老闆就對了 對 就吳老闆 他有四個小孩 然後他四個小孩呢 都是在這一塊農場長大的 所以有時候假日客人就覺得 哇那你怎麼一個小孩玩得全身髒兮兮的 那個人就會是吳老闆的小孩 對 因為他們從小從一歲兩歲 就開始都在農場自有的玩樂啊 所以其實他們在很多方面啊 就我們自己感覺他們在很多方面 包括跟客人的互動啊什麼都是從小培養 而且會比較活潑比較開朗 樂於跟其他人互動這樣子 就是玩得最瘋的那四個 對玩得最瘋的就是他的小孩 因為從小玩到大 太熟悉這個環境 而且他還會帶著客人玩喔 我們錄影的客人啊 曾經有就是小朋友從台北來錄影 然後要走的時候 跑去跟吳老師的小孩說 謝謝你跟我當朋友 下次我要再找你玩這樣子 然後一年後那個小朋友又來了 真的又來了 對他真的又來了 然後就去找吳老師的小朋友說 你看我又來了 我來找你玩了這樣子 然後小朋友就會很開心 好 那你說的露營區是在前面這塊嗎 對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塊呢 就是我們這邊最夯的湖邊露營區 因為呢我們搭著帳篷在這裡 我們的風景就是我們很漂亮的 洛宇松湖泊 所以很多露營的客人都會指定要這一個區域 就是要靠湖就對了 對靠著湖邊 然後因為這一棵的樹木啊 他已經比較大棵了 所以他不會太熱 就是純天然的用樹木去做遮蔭這樣子 對因為有時候露營常常是夏天 所以這個真的要有點遮蔭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我們露營的時候啊 像我們有時候如果就是來露營的朋友很多 我們晚上還會舉辦營火晚會喔 就是由你們帶著大家唱唱跳跳 對我們的活動主的人員會帶領一個營火晚會 時間雖然不長啦 但是就可以達到大家一起同樂的一個晚會這樣子 而且這樣玩完之後搞不好 跟隔壁站的就會比較熟一點 對對對 有些人靠營火晚會再交朋友 然後下次會再一起來露營這樣子 然後呢 在我們湖邊露營區往上走 我們也還有一塊露營區 喔 所以湖邊最搶手就對了 對湖邊是搶手的 但是呢 我們每一區有每一區的優點啊 就是像我們上面這一區啊 因為場地比較寬廣 所以呢 他們在玩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被受限制在 而且比較不會怕晚上小朋友掉到湖裡 對 然後也比較 這一區會比較安靜 現在往前看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馬 跟我們的羊正在奔跑 所以現在是他們運動時間嗎 其實我們喜歡讓他在草地上做奔跑 那假日的時候其實因為有遊客在 我們基於安全考量 我們會稍微先把他關注 那動物他其實動物的本性就是要有足夠的運動量 所以我們不能把他一直困在一個小空間 這樣會造成他的整個狀況不好 包括身體也不健康啊 心靈也不健康 就像我們小朋友一定要出來戶外玩這樣子 嗯 對 所以他們現在是邊玩邊吃草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那隻馬 他有一個名字叫做美莉 對 認識他的小朋友來就會來說 美莉吃草囉 就拿著牧草去餵美莉這樣子 然後這隻羊呢 就是我們母羊 我們有兩隻羊 一隻母的 一隻公的 這一隻是白色的母羊 那羊跟馬 其實他都是很親近於人類的動物 我們只要不要太過大的動作 不要去傷害他 其實他都不會攻擊我們 而且像他一直吃草 那不是對你們這個園區有一些 那個出草的一個功能 其實有人說 動物吃的草啊 他吃過之後 因為他有唾液的關係 所以草在長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對 然後對整個環境看起來也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這個羊呢 有一個小秘密 大家一定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牛有四個胃 對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羊 我們這一種羊 它其實也有四個胃 這種羊是 它的品種是奴比亞羊 然後呢 西湖有一個名產 叫做羊肉爐 對 就是從這裡來的 就是它的肉就對了 對就是它 但是我們沒有喔 我們就是單純養它而已 所以這隻就是給大家觀賞 對我們沒有要吃它 對 然後養它的食量跟馬一樣 食量都是很大的 就是一直吃它 對一直吃 就是因為羊它可以反除嘛 但是馬不行 所以馬它是一定的時間 不停的在吃 但是馬呢 它吃完之後 它會很快就 做那個消化排泄的動作 所以它就會一直吃就對了 對它會一直吃 而且馬的活動量應該比較大吧 欸馬的活動量很大 而且馬呢 它喜歡滾泥巴 對 所以剛剛 如果我們剛剛讓它出來的時候 它會很開心的躺在地上 滾來滾去 對 就為了出蟲嗎 沒有 它就是可能 就喜歡玩 然後有可能順便抓抓養 這樣子 對 然後這隻就是公的 對 這一隻是公羊 很多人不知道公羊母羊怎麼分 因為大家都以為 用腳去區分 但其實 真正的區分辦法 最快的就是 它們的生殖器官 因為不管公羊母羊 它們都一樣會有腳 對 因為它的腳算是它的一個保護自我 因為它們如果攻擊之類的 就是用它的那個腳 然後呢 羊呢 它是群居性 所以它會有一個老大在 羊老大 對 我們的羊老大就是我們的母羊 對 而且連我們的美麗 都會聽這隻羊老大的話 所以這隻是老大 它管兩隻 它管一隻羊一隻馬 就牠們三個 對 所以不管牠去哪裡 牠們兩個都會跟著去這樣子 然後只要這隻母羊 牠回家了 牠們兩個就跟著牠回家 我就習慣了 對 因為牠們一起相處很久 美麗在吃百香果 對啊 我以為牠流口水流這麼多 因為牠吃的是百香果 牠們是草食性的動物 所以牠們 就是所有跟肉類相關 牠們是不會吃的 然後牠們很聰明 牠們會去找可以吃的植物 或是食物 所以牠們就會在園區 會自己找東西吃 對 牠們會自己找 然後我們不是有很多落雨松嗎 我們的羊很喜歡吃落雨松 的葉子是不是 對 的葉子 很多人不知道以為 羊可能就是吃吃牧草啊 吃吃榕樹啊 但是牠們不知道羊很喜歡吃落雨松 然後牠們的羊就會趴在落雨松樹上 去咬比較低的葉子這樣 然後曾經有小朋友看到說 怎麼辦牠在吃那個落雨松葉子 我說沒關係 因為那是牠可以吃的 如果這個植物是牠不能吃的東西的話 牠是不會去咬牠的 因為牠們會保護自己 所以羊沒那麼笨就對了 對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再往下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往前走回到我們的園區 然後如果下次來幕會看到馬在外面的時候 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站在馬的後面喔 因為馬的後腳會踢 那是牠的一個自我保護 牠如果覺得有攻擊性的時候 牠會先把後腳往後踢 所以不能從馬的後面繞過去 牠會生氣 因為牠感覺你不知道要對牠幹嘛 對 牠會保護牠自己 所以牠就先把牠的後腳往後踢 而且牠後腳力量很大 很容易 就是只要一踢就會受傷的那一種 所以這邊一格一格是烤肉區嗎 這邊一格一格的 那個是因為我們種那個百香果 對 剛剛馬就吃這個百香果對不對 對 這個百香果是滿天星 對 牠身體上會有一點一點的顆粒 就很像天上的星星 牠的品種就叫滿天星 所以也是拿來吃的嗎 可以吃的 這陣子百香果很流行這一種品種 就是因為牠比較沒有那麼酸 而且很甜 牠是改良過的嗎 對 所以很多人喜歡吃 然後百香果挑選有一種訣竅 我們都跟客人說 你如果看到百香果 如果看牠表皮皺皺的那一種 是最好吃的 因為那個甜度最夠 衣服沒燙的樣子 對 牠剛開始成熟 如果牠自己掉下來 成熟的時候 表皮是比較光滑的 但是你給牠放著一兩天兩三天後 牠就會比較 表皮比較皺 然後呢 那個吃起來是最好吃的 就是越醜的比較好吃 對啦 越醜的越好吃 就像吃菜我們都會說 有菜蟲吃過的最健康這樣 OK 我們這邊有一隻小瓢蟲 牠在夏天的時候是小朋友的好朋友 因為呢牠會噴水喔 我們看牠身上好幾個洞 對 牠的身上會噴水出來 然後而且是 牠是會 不定時的亂噴那一種 所以小朋友在這邊會驚喜連連 因為你不知道牠下一個水要從哪邊噴出來這樣子 所以牠不是全部一起 牠會有變化啦 就是一下子是這邊一下子是那邊這樣子 所以小朋友會圍繞在牠的身邊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會驚喜連連這樣子 嗯 所以這一整塊就是這個水的範圍 對這一區就是因為牠噴水還會有一個範圍 那會有稍微的積水 然後小朋友有些人 牠可能還比較不敢玩水 牠也可以在旁邊稍微踢踢水啊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有兩棟建築對不對 對 像我們右邊的這一間啊 是我們的餐廳 這是中餐廳 我們如果有團體啊 或是像我們的婚宴啊 都會在這個餐廳裡面進行 你們有特色餐嗎 呃我們這邊目前有最多人點的是披薩 嗯 而且披薩還可以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 喔自己DIY吃 我們有一個烘焙教室 就在我們看到的這一邊 對還可以讓小朋友穿上很可愛的小廚師的衣服 然後動手去做一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十二寸大披薩這樣子 哇這麼大欸 對 那上面放什麼 隨便自己亂放嗎 要看口味啊 我們他們的披薩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一般最多人喜歡的就是夏威夷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上面的那個鳳梨跟火腿 對甜甜的 對而且他會抹上那個番茄醬 然後而且是他自己做的他會特別喜歡吃 嗯 然後他會很樂於跟爸爸媽媽分享 因為那個小朋友要自己動手做食物的機會其實不多啦 就是比較有成就感 對對對 好那如果是沒有做披薩的話 一般點菜的話你們提供什麼樣的餐點 我們有簡餐類像是義大利麵啊 或是一些簡單的燉飯啊咖哩飯之類的餐點 可以讓大家做選擇這樣子 然後你們農場自己有沒有開發一些文創商品 我們自己有DIY課程 有哪一些 對就是讓小朋友可以發揮創意的像鑰匙圈 讓小朋友自己畫畫 然後做成一個可愛的圖案 然後可以寫上名字喔 然後呢他的材質叫做熱縮片 所以我們叫他神奇鑰匙圈 因為他在製作的過程呢 他會縮小 而且他是用加熱的方式去縮小 然後小朋友就會哇好神奇喔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名字叫他神奇鑰匙圈 喔成品的時候他會變小就對了 對他的成品會變小 然後我們還有一種叫做草頭娃娃 就是他的頭上會長草 然後小朋友回去開始照顧他 他頭上開始長出頭髮的時候啊 就幫他剪剪頭髮啊 或是幫他綁頭髮這樣子 可以滿足小朋友的那一個好奇心 喔就是要回去自己種就對了 對要回去自己種 然後你種好之後你開始 他越來越長了嘛 幫他剪頭髮幫他修頭髮 看他想要做什麼樣的變化都可以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呢 在我們幕會一定會做到的 就是小農夫體驗 我們會種一個小盆栽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帶回家去照顧 然後很多小朋友呢 會種高麗菜啊 種辣椒 因為我們會看季節去決定我們要種的植物 或者是說像香草植物啊 生菜啊這些我們都有機會可以種到 那他回去因為他每天要照顧他 去灌溉他照顧他 然後呢就這樣子去引發孩子 有一個去照顧別人的那一個心理 然後而且孩子在照顧他的過程 他會去認識植物 他會了解植物 然後知道說喔原來他是這樣長大的 原來我們的食物在放到餐桌上之前 他的過程是怎麼來 讓他知道說我們可能種菜的人的辛苦啊 讓他們也可以學會說要珍惜食物這樣 好其實呢我們剛剛漏介到很多遊樂設施 因為我們遠方就看到一個跳跳床對不對 喔喔喔喔喔 小朋友會在那邊上面一直彈跳彈跳 我們會有跳跳床呢 其實就是要滿足小朋友在家裡 常常跳他的彈簧床 嗯跳沙發 然後媽媽就會說不要跳啊 那個會壞掉 但是在幕會你就盡情的跳 我們不怕他壞掉 我們只怕你不跳而已 所以總共幾張跳跳床 我們有三張跳跳床 對然後就各自在不同的地方 那跳跳床使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擔心孩子受傷 所以我們會要求孩子要上去 要把鞋子脫掉 嗯然後呢在上面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一個跳躍的動作 因為曾經有人在上面睡覺 很舒服啊就躺在那裡 然後 這樣造成人家很大的困難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一個跳躍過程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是靜止的狀態 就是他沒有在跳 他很容易會被踩到 對 那跳跳床他的下面是一個 呃他沒有支撐的東西 他就是會陷下去嘛 對 所以當他去踩到的時候 很容易腳會受傷 嗯會扭傷之類的 就是踩的人跟被踩的人都很容易受傷 對兩個人都很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也會有人數限制 像我們就會限制說一次只能三個小朋友 那我們是不建議大人跟小朋友一起玩 這是在我們園區唯一一個不能就是親子互動的設施 因為大人的力量會比較大 對 那會造成小朋友受傷 所以他如果踩到的話 很容易小朋友的受傷情況可能會更嚴重 對 然後呢 往我們跳跳床 旁邊那邊看 有一個很神奇的 小朋友很喜歡去挑戰的 這裡有兩棵大榕樹 然後在兩棵大榕樹中間 我們做了一個獨木橋 剛剛要走進來才發現 所以這時候就會問說要怎麼上去了 對不對 看一下我們這一邊 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攀岩牆 它有兩層樓高 那可以讓小朋友自己去體驗 就是從這個攀岩牆 然後我們把它爬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去走那邊的獨木橋 這居然是垂直 這很難耶 對 一點弧度都沒有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做協助 而且我們下面這個墊子啊 它是軟墊 所以孩子如果不小心就是沒有抓好 掉下來的話 它是有軟墊保護它的 所以我知道一定會有人故意放手 孩子會後來覺得 哇 這個掉下來的感覺好像更好玩 更刺激 對 但是不建議啦 因為會有危險性在 好 等它爬上去之後呢 就穿過這個獨木橋 等它爬上去之後我們就往前走 看到這裡這一個獨木橋 它下面有那個網子做保護 然後它目前呢它的網子有兩層網子 應該是說有三層啦 對三層 因為我們每一年會加一層網子上去 確保安全 對 不管原本的網子有沒有壞掉有沒有破掉 我們一定要加一層上去 這樣如果孩子真的用走的 不小心往旁邊倒的話 才是安全的 那後來有小朋友發明了很可愛的 過獨木橋方法 怎麼過 它走網子 因為它怕走獨木橋掉下來 它就直接走那個網子過去這樣子 走網子反而更安全 對 然後呢 在我們這裡就是它的出口 它是一個階梯型的 那它會左跳右跳這樣子 然後沒有放椅子 因為有些孩子它的高度不夠高 它會踩不到下一層 所以它就是踩著椅子慢慢下來 嗯哼哼 就是左邊右邊左邊右邊這樣慢慢跳下來 對對對 滿足他們喜歡跳躍的那一個活動量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是應該夏天才在使用的滑水道 這個滑水道呢 它是很有故事的喔 在三年前啊 我們要做這個滑水道的時候啊 我們吳老師問了他的大兒子說 他有沒有什麼想玩的設施 然後他兒子呢 就在一張那個月曆紙上 空白的地方 他就畫了一個 在樹上有水流下來 然後呢 有一個溜滑梯可以溜下去 然後呢 我們吳老師就按照這個想法 幫他打造了這個水溜滑梯的設施 然後在夏天我們看到很多小朋友 因為他會從旁邊樓梯上去 那那裡有一個水管 他會一直有水 這個水池裡面也都是水 然後他們就會從溜滑梯那邊溜下來 用盡各種姿勢 趴著溜啊 坐著溜啊 滾著溜啊 就是除了站著溜以外都可以 然後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在旁邊 做一個安全的看顧 因為有時候孩子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最怕的就是衝撞 因為溜滑梯他溜下來速度其實蠻快的 有些小朋友會利用重力加速度 然後他就 對他就會在出發的時候 稍微就是用力一下 他會很快溜下來 那同時如果下面這裡有小朋友 他可能會被撞到 我們會擔心孩子受傷 所以我們這邊是會有工作人員在做控管的 就是告訴孩子說 欸好你可以出發了 來前一個要趕快離開這樣子 引導他們 還好吳老師的小孩沒有畫摩天輪 我們就要這邊要蓋個摩天輪 對我也蠻擔心這個的 吳老師他有很多創意的發想 那他會盡量的去實現 因為他覺得這些東西是對孩子是有所幫助的 因為讓孩子可以在大自然中盡情的做探索這樣 好我們又看到有這個基本款就是這種溜滑梯組 對我們的溜滑梯啊 盪鞦韆這樣子 其實這一個設施是很有故事的 這是從我們開源到現在 一直都有的設施 因為我們農場其實在一開始 吳老師他在做規劃的時候 他的經費就是其實沒有很足夠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叫做愛心牌 就是可能哪邊的教會啊 或是哪裡的團體 他們可能有一些要太舊換新的一些東西 設施 對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認識的朋友 他們就會很好的說 誒吳老師這個我們一起拿去給我們農場的孩子玩這樣子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溜滑梯 孩子他在玩的時候呢 雖然是一個簡單的溜滑梯 但是他們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那我們一樣就是讓孩子自由的盡情的去發揮 我們的有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只要在不有危害就是生命安全的範圍下 我們都是許可的 就是不要拿著刀啊 什麼可能會害到別人 或是讓自己受傷 受點小傷 我們吳老師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但是不要說玩到那種很嚴重的傷害 會需要去醫院的那種 我們就一定要制止 然後包括設施的檢查這一些 都是我們平日的例行工作 對啊其實這個看起來這個 感覺非常厚實 就很懷舊 對因為它是原木做的 就是木頭做的啦 比較紮實一點 跟我們一般公園玩的那種塑膠的比較不一樣 對我相信應該比較堅固 比較堅固一點 然後這一區呢 是我們新開發的露營區 或是野餐區 對因為它的正對面 就像我們那邊的湖畔露營區一樣 它就是面向著湖泊 所以呢那個看起來的感覺會比較舒服 當然這一區的缺點就是 離我們的馬路比較近啊 所以車子來來往往 可能就是會比較容易受到干擾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在這一區露營啊 其實它在入夜之後 是比較 因為我們這邊晚上車子比較少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受到這一種干擾這樣 我發現你們沒有特別用圍牆耶 就是簡單用樹圍一下 對簡單用樹做那一個圍裡載 其實是一個景觀上 我們不要讓人家覺得 我們好像把這裡圍起來 就是裡面的人好像是被圍住了 出不去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蠻多的景觀的部分 我們盡量就是保留自然的樣子 不要用太多人工的那種設施去做 然後我現在又發現 正前方這個有個非常高的 你們的那個攀岩設施 對 這是我們九米高的攀岩牆 九米就三層樓高 對三層樓高 我們站在下面看的時候都覺得 這個好像很好玩很有趣 那曾經我們有一個團體 他們來做探索教育的活動 它有一項課程就是這個攀岩牆 然後小朋友說 齁我一定爬得上去啦 結果小朋友到一半的時候就哭了 因為他往後看那個高度其實是很高的 是啊 親身去體驗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他的難度在 但是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我們同時讓孩子去了解到說 我們怎麼去解決他 不是說爬到那邊然後很怕 然後就哭了 然後大人趕快急著要把他救下來 但是我們是希望引導孩子說 好你現在很害怕 那我們想個辦法去下來 可能說你慢慢的移動你的手腳 慢慢的下來這樣子 那其實真的也有小朋友可以攻頂 就是在最頂端的地方 所以你們也是充分利用建築物的牆壁去做這個設施嗎 對 然後充分的 像我們的樹上也有設施 在那邊 欸 還沒發現 剛剛沒有發現對不對 對 我們走這一邊 這樣我們的榕樹啊 其實是一個很好做設施的地方啦 因為它呢 比較穩固 對 那我們這邊的榕樹呢 比較多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做規劃的時候 因為榕樹它本身就可以長比較大顆 嗯 所以它的樹蔭也會比較寬廣一點 對 對 啊只是要記得它的那個根要去修剪 不然會發現榕樹不見了 嗯 有人說榕樹是會移動的樹 會走路的樹 對 因為它的根長下來之後 它如果到地上 它會慢慢的往旁邊移過去這樣子 是 在我們這邊的探索教育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溜鎖 就是呢 可以從這一棵樹 盪到右邊的這一棵樹 嗯 在上面有一條那個 鋼筋有看到嗎 有 對 它會從這一邊 然後就 盪到這一邊 滑過來 然後怎麼辦 對 卡住了 然後我們會救它下來 這個我們一定要救它了 其實就是幫它解開繩子啊 然後在這一邊呢 也有 有沒有看到那裡有兩根三根繩子 所以是走三手 對 這個是走鋼筒 我們叫它慢藤路 它會從這一邊 開始出發 然後走過來 那因為我們在走的時候 你不能去拉那個鋼筋 因為你的手會受傷 那孩子呢 他們就是要拉著繩子 一根換著一根 然後慢慢的晃到最右邊 這一根 喔 它就是拉著這個垂下來的繩子 對 一條換一條就對了 對對對 它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 孩子他其實 一開始在走的時候 他們會很怕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帶過的孩子 他們很有趣 他們就是從那邊 開始哭著說 我不要我不要走 然後好不容易鼓起勇氣 走了 然後就慢慢走 走到最後的時候 他說老師我們要再一次 又要再玩一次 對 孩子其實在他第一次 他會害怕 如果他鼓起勇氣去做探索的時候 第二次第三次 他會很樂意多嘗試幾次 這是我們最喜歡這樣子的結果 因為 當他因為害怕一件事物 他就不去做的話 那反而對孩子是一個比較不好的 對 我們就是克服他 然後我們去嘗試他 但是有一種孩子呢 在我們這裡也是很多的 就是他會怕 但是呢 他不會 因為大家一直說 就是要他上去啊 要他去挑戰 他就妥協 他會很堅定 他的立場 我不要 我覺得危險 我不要上去 我長大一點再來 這種孩子也是有的 那這種孩子當然也很棒 因為我覺得 可以勇敢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這些孩子都是很棒的孩子 可是等他長大變成 他變阿公帶孫子來 哈哈哈哈 已經過好久了 然後換他 換他跟孫子說 你趕快去 你趕快去這樣 對對對 指揮比較容易 對啦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嘛 好這位Lumi講一下 你們的開院時間比較特別對不對 只有六日 對我們 一到五你們都在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到五 其實我們的園區的維護 包括設施啊 環境啊 或是說我會幫客人規劃活動 因為有沒有客製化的活動 包括像公司的家庭日啊 或者是說學校的校外教學 這一些 我們會依照大家的需求 然後盡量幫你們規劃活動 然後讓大家來到這裡 可以玩得很開心這樣子 喔所以等於一到五 是配合一些團體行程 對對對 那六日才是一般的散客 他自己來入園的時間 對我們其實團體 從禮拜一到禮拜日 可能都會有 那六日跟國定假日 是我們固定的開園時間 就是大家來 只要夠票就可以一起進來玩 嗯 而且我們在這一片大草地上呢 會有草地活動 就你們自己也會安排活動 對我們自己會有人 就是帶著孩子玩 然後有爸爸媽媽說 喔來你們這裡我好輕鬆喔 我只要一張椅子坐在旁邊 看著孩子玩 然後孩子玩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 會陪孩子玩 然後爸爸媽媽也得到了一個 小小的休息時間這樣子 嗯 那當然有些爸爸媽媽就是 因為我們 後來我們開始草地活動 就開始帶親子類型的遊戲 是 對像拔河比賽啊 然後帶鼠跳啊 然後爸爸媽媽每次就會聽到 孩子喊說 爸爸趕快來趕快來 因為他需要一個隊友 或是一個對手的時候 所以你們跟一般休息人 比較不一樣 他們是自己玩 你們是有工作人員 會下去帶遊戲 帶活動就對了 因為我們藉由這一個活動的過程 其實可以達到 讓爸爸媽媽跟孩子 有更多的互動在 對不要說出來了 然後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要走了喔 好你們現在去玩 多久後回來這樣子 那既然都出來玩 我們就多玩一點吧 所以我們呢 就開始規劃一些活動 然後讓爸爸媽媽跟孩子 可以一起來挑戰啊 或是一起有一個美好的回憶這樣子 所以來你們這邊的話 就是安排一天的活動對不對 因為中午可以吃自己做的DIY披薩 對啊對啊 其實我們一日遊 或是半日遊都很適合 那當然是看大家的行程 怎麼做規劃 當然你玩一天的話 孩子回去就會很好睡喔 是 曾經我們有團體 我們有團體的媽媽來 他說 他來第二次了 他跟我說 上次我們家小孩回去晚上八點睡到隔天早上八點 那一天他好輕鬆喔 因為孩子太累了 他玩得很累 然後呢 我們也有一些 爸爸媽媽他們很 夏天也來 冬天也來 因為他覺得他每個季節來 孩子都是玩到不一樣的東西 是 然後可能像我們節日的時候 我們兒童節就會舉辦活動 所以很多人會 就是也找親朋好友一起來 幫我們介紹這一個地方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是因為挑平日來 因為如果家人會非常的吵 對 所以就不適合做節目 我也一直聽到小朋友說 爸爸趕快來 跟媽媽趕快來 我們一起玩這樣子 因為 我們希望大家有一個想法是說 孩子其實願意跟爸爸媽媽互動的時間 也是這一段時間 很有限 對 所以我們都說是在累積親子存責 對 讓孩子有一天想起來說 喔 我那個什麼時候 然後跟爸爸媽媽去了幕會 然後他還陪我玩 然後很開心這樣子 他可能不會記得你對他說的每一句話 但是他會記得你曾經陪他做過的事 玩他都會記得 對 他都會記得 然後他會很樂於去跟你分享這一切這樣 對 如果你不趁現在把握機會 等他到了國中 他就不理你 對 我要跟我同學去逛街看電影 對 我要去看電影 不要不要 我去什麼農場了 我要去玩別的這樣子 而且叫你還要尊重他 對 要先問他有沒有空 對不對 現在孩子都很聰明啦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那當然在他們的想法裡面 我們希望他永遠記得 他在年紀小的時候 最單純最快樂的這個時段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爸爸媽媽媽 可以多用一點時間 陪陪孩子 不要把就是工作啊 手機啊 一直綁在自己身上 就是好好的把那些東西都放下 好好陪孩子玩一天 雖然會很累 但是會想起來的時候會很快樂 所以Rumi講一下你在這邊工作多久 我在這邊工作大概快兩年 很愉快嗎 很愉快 其實我是吳老師的學生 就是以前你跟過他就對 對 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從高中大學 我都是社團 就是同軍社啊 學生會什麼我都去過了 對 所以他那時候我在大學的時候認識他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我剛畢業的時候 他沒有馬上找我來這裡工作 是大概一年後 然後他就有一天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欸Rumi你現在在哪邊工作 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然後 其實在那之前我們大學有專題報告 我是在這邊做的 喔 你的專題就是研究這個 對 就是一個休閒產業的研究 嗯 然後後來他找我來這裡工作 我也覺得 怎麼會找我來這裡工作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男生 嗯 對 就我是唯一的女生 可是女生帶小朋友比較有親和力吧 其實不一定欸 要看每個人的個性啦 對我們假日有一個小黑哥哥 他現在是超夯的 還有小朋友在我上次引火網會 然後因為我沒有介紹到小黑哥哥 然後結束小朋友跑來跟我說 姐姐 你什麼時候要介紹小黑哥哥 我說嗯 你都不記得我了 你竟然還記得小黑哥哥 是好厲害 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不一樣的一個個性在 那我們在陪伴孩子這一塊 其實是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小孩 嗯 對 然後像一些哥哥姐姐 他們可能還是大學生 他們也還在累積一些經驗 但是他們相對的也會很有耐心 去陪這些小朋友玩耍這樣子 嗯 好今天謝謝露米幫我們介紹沐浴親子農場 謝謝